国道继承收费预计今年底要上路了 全面电子化之下 国道收费站将要走入历史 对于用路人来说 通行更迅速方便了 但这也代表 目前近千名国道收费员 全部都将面临失业 虽然源通公司在跟高工局的契约当中 曾经白纸黑字承诺 会协助收费人员转职 给予工作保障 但是从民国95年实施收费站人员金检到现在 已经有200多人被迫离职 却只有16个人被成功的安排转职 这个数字让许多老员工 不得不担心自己的未来 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要带您回顾国道收费站 近40年的点点滴滴 也感受国道收费员的心酸和无奈 台湾收费站是在民国63年6月1号它成立 它是到7月29号那天开始通车 因为是十大建设嘛 所以相当的盛大 那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个收费站 我们的高速公路从成立开始 都是一时教考是女性收费员 到民国84年以后 它有一个分领联盟 还有女性团结阵线来这边抗议 所以那时候才用男性收费员 到现在我们的男女的收费员 大概是一比一这样子 各一半这样子 男女批诚 对 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感情 我们在这边住了三个月的收集期 好久不见的老同事难得齐聚 就像姐妹般聊个不停 我们在98年办了一个35周年庆 也把第一任的站长第一任的收费员 通过联络得到 都请他们回来见证一下这样子 国家政策要推行这种继承收费 所以才会有收费站要结束这样子 但是收费站总是让我们怀念的地方 我们工作在这边生活在这边 大家庭这边总是让我们 我们一个怀念也是一个见证历史 戴上口罩安全帽发动机车 下午两点半从家里出门 准备去另一个家 他没结婚之前我在台器服务过 台器结束之后因为有宝贝就 很自然的在家带小孩 我觉得小孩子大了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 让我有不要每天闷在家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透过同事的介绍 然后知道收费站这方面的讯息 所以我就报考 从公路局到国道 张梅香一次报考一举重地 展开他的收费原生涯 那我看我的哪个车道就把盖上去 02 008是什么意思啊 02是代表泰山的区号 008是008 之前的有到99号 你差一点就是007了 007算我们站着 那就是盖章 你要出去拍喔 不能重复 因为没有拍可以盖 好 你一定要加强自己的速度 就是快快快快 快快快 这个是训练起来的 这个是靠时间累积的 我的前置作业OK的 盖完缴费证明单后 前置作业算是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要准备登台咯 收费站里这一瓶不到的小小票亭 这里就是张梅香的舞台 怎么知道怎么办 就我们习惯性是手上拿个10块 他50就直接出去 他如果拿40块钱就是收进来 然后如果是再拿一包 就再进来一次 这是12年的经验换来的习惯 习惯运用自己的省时paypal 收钱找名 张梅香大概是全台湾人当中 对人点头次数最多的前景 每收一次钱 一张票就要点一次头 这是他对用路人的温暖回忆 不过一定也有不被温暖对待的时候 我印象中有一次我上大车 他跟我讲说他要买两本 然后我就给他两本不用找 他拿大票之后马上开走 我一接住的时候我就知道是 我就知道是伟超 我就喊他他都不停 年轻时张梅香当收费员 常常有颗誤阻的心 因为三不五时会收到未超 还会被人当面丢零钱 吃豆腐摸小手 还有用路人投诉他态度不佳 一副碗娘脸 他才发现原来收费并不难 最大的难题反而是面对用路人的 那短短三十秒 其实不简单 因为别站车的量比较少还好 可是泰山真的车辆非常之大 然后你免贴要应付到那么多用路人 所以那个心情会 有时候真的会变不好 容易生气 不开心 伴随而来的还有职业伤害 像我的手啊 就像手往这个地方 就有点好像有点职业 因为动的动作太多了嘛 甚至有一次我 我在那个大车 就是连接车 他速度非常之快 然后为了要接那张票 我的手曾经被拉伤过 我们现在要去休息吃饭 有吗 现在几点 现在五点 我们轮着休息吃饭 就随便挑一盘 你烫吗 现在是烫的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 换厨师耶 今天换厨师 我刚刚来看他们在 看那个厨师在装 一整天站下来 双手双腿会感觉不像自己的 着实的酸 扎实的疼 只有趁着吃饭的空档 才有机会稍作休息 张梅香知道 收费员做得好 收得快是应该 没人夸也不会有奖励 但只要一不小心惹毛用路人 就必有回响 能支撑他做12年的原因 只有一个 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 我第一次收到的 应该是我生的时候 我两个女儿做的吧 大女儿雅涵 小女儿佳柔 就是张梅香 跑去当收费员的主因 她希望工作换来的一份薪水 能让两个女儿过得更好 不过一开始 小女儿并不领情 走一小 好像看她妈妈就会哭 超黏的 对啊 然后她刚去上班的时候 超不习惯 就是因为小时候 爸爸也蛮常工作不在家 然后也妈妈也习惯 然后就会 找不到她就会想哭 然后哭的时候打电话 有时候她没有休息接不到 然后就是一直打电话找她 收费员工作休息时间紧张 无法学习接电话 因此对于佳柔来说 妈妈上班之时 是有如消失般的毫无音讯 那年八岁的佳柔被迫长大 跟着早熟的姐姐学习独立 却会不让妈妈担心 但是她还是有点抱怨要说 她有时候大大半就会一直 会讲 只有大大半的时候 她会讲说真的很累什么 因为时差跟脸部一样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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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很累 有时候睡不好 也是会 有时候会发脾气啊 就是脸超臭的 忍不住 还是会想抱怨一下 那个偶尔会臭脸的妈妈 妈妈自己也知道 但终究 是妈妈和女儿 很辛苦啊 就是 就是 几乎 上班都要八九个小时 在那边 我觉得她会跟我讲 她就是 有时候肚子痛 因为她肠胃不好 肚子很痛的时候 她就会一直忍着 忍到就是休息时间 然后赶快去测试 发生是 也没有办法就是临时 找个人代替她 然后去收厕子 嗯 有时候勉强的时候 会按顿奖机啊 可以啦 只是 就 我妈比较 不喜欢按啊 因为会麻烦到别人 对要逞强 她就是自己逞着 妈阿姨 虽然板子 没有做得很精致 却也是 我跟姐姐第一次尝试 本来想到 你公司送礼物给你的 可是生日那天 你刚好休假 小女儿开始打工了后 也开始理解 妈妈这样 螺丝钉的工作的难度 和伟大 她开始懂得 大人的世界 懂得在职场上的 战战兢兢 在外工作 没有在家好 得看人脸色 这也才懂得 多次获得 既由收费员 获得赞扬的母亲 得来有多么不容易 今天有一台给我冲车 冲车喔 冲车喔 给我冲车喔 他 我走到哪里 他冲到哪里 你要OK吧 我来接 我差点忘记跟你 要换钱耶 蛤 你有八块钱吗 有三千块吗 和老同事交班 已经半夜十二点多 张梅香 今儿个上的是大夜班 得熬通宵呢 大夜班 就是你有睡好都还好 如果没有睡好的话 通常我会先 就上班前 我会先在家 把那个提神饮料 大概是鸡精啊 零食之类的那个 那个东西先喝下肚 那个东西先喝下肚 好像里面 在外面 都很多监视器 为什么 监视器是 房子 就用人冲车啊 那有 有那个依据啊 那个都可以追踪 所以我们 幾乎 也都是被监视的 哈哈 空旷的泰山收费站 寂静的狭小收费空间 一辈子奉献活到拥路人的张梅香 讲到 不确定的未来 其实他们会跟我们讲说 可能是8月9月 可是 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接到任何 通知说 就是 确定8月要全面一提型化了 你会不会觉得 这样子有点 对啊 对啊 真的会 你觉得说很啊 要你就赶快跟我们讲说 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确定 我们自己经理有敌 就已经那个 现在等于是说 好再等 再等 谈的是没有没有 很明确日期 但一定会上路的 国道继承收费 实际上 想问的是 全面ETC后 近一千名的 国道收费员 都要瞬间失业 在失业名单中的你 要怎么办 像我们这个都 都快五了 你看到就知道 你老了 人家多用你啊 台北的话 也有可能去做那种清洁工啊 我觉得啦 以后都想想 可有可能啊 这个有点苦笑 又有点豁达的笑声 感觉的出来 十二年的磨练 磨出他的乐观自主 张梅香 不再是那个年少时 那个总是 心情不足的收费员 但其他一千 减一味的同仁呢 我们站上 据我所知 还是有磨 还是有磨线 因为他经济状况 还是需要靠这份薪水 来维持他的那个经济啊 所以这样 就对一些人就 会让他们更不安啦 因为毕竟这个工作 像我都做了十几年了 就已经习惯这个动作了 就已经习惯这个动作了 这个是我们亲子活动的照片 就我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我们站 就是之前 站清的时候的那个照片 我记得我的照片 在这里 对 然后还有这张 这里有一张 舞台就要没了 照片里的美好回忆 跟博道收费站 最终都得进入历史 时代的巨轮继续往前滚 张梅香和他的 一千个同事的点头 将成为回忆 而你我 可曾认真的看过他们 点头致意 甚至温暖回忆吗 你看 这千个是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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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